如风说梦幻 八卦天天看 一 轮总打费两只13G地听胚子 如今的175服战PK版本 豪门战队之间的比拼 主要是服战宝宝之间的竞争 尤其是地听质量和数量之间的竞争 在珍宝阁 紫禁城 屈腹孔庙不断更新和补强的情况下 羽岛服战队也动起来 最近几日 刚接手女儿村号不久的轮总 都在打13技能的地听胚子 只可惜运气不佳 这两个地听最终都变成了瞎子 二 唯一的160破血物暴血出炉 进入到农历龙年以后 梦幻仿佛打开了极品装备的闸门 连续出了几个顶级服战装备和无级别神装 在低金青法暴伤害头和150无级别光辉项链之后 又一个物理系的顶级装备出炉 雪山新出的160破血物暴血 成为了全服唯一的破血物暴血 北中不足的是 这双鞋子的误报几率只有0.51% 对于服战物理来说有点太低了 三 波罗被屈服孔庙逆天翻盘 昨晚的剑会赏金赛当中 齐云楼大战屈服孔庙 比赛前期齐云楼不断点死对面人物单位 甚至小死亡点死了对面的华生 牢牢占据了场上的优势 眼看着就要取得比赛的胜利 只可惜齐云楼地厅数量不足 根本清不了场 屈服孔庙也任性十足 慢慢稳住了场上的局面 最终屈服孔庙一波地厅还冲刺 完成了逆天大翻盘 赢下这场赏金赛的比赛 齐云楼指挥波罗无奈表示 自己真的拉不出地厅了 现在的175伏战PK 地厅就是版本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